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说到 人风喜事精神爽的刘晓庆 在美国刚刚完婚之后呢 就在昨天傍晚现身首都机场 真的是满面笑容如同春风拂面 幸福这个东西就是藏眼藏不住 刚刚新婚的刘晓庆 仅在美国停留不到一周的时间 于昨天傍晚返回北京 这也是刘晓庆婚后首度公开露面 现身机场的刘晓庆 身边只有一名助理跟随相当低调 而面对记者的一路追问 小庆姐却笑而不语 关于婚礼的一系列话题 刘晓庆表示不便多谈 之后会找机会正式接受媒体采访 不过等候多时的记者 并没有空手而归 走到停车场后 刘晓庆特意叮嘱助理 拿出从美国带来的喜汤 要长久就不能离在一起 这是谁说的 一周前 刘晓庆与71岁的当人王小玉 在美国就金山完婚 据说王小玉苦追刘晓庆二十年 即便眼睁睁看着刘晓庆 经历数段恋情 但却仍不死心 如今终于和一中人喜结良缘 不过刘晓庆的演艺事业 一直都在国内 而且看他火速回京的状态 想必所谓刘晓庆婚后 要退出演艺圈的消息 只不过是子虞乌有了 事业和家庭 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和享受的 我会把他们全横好 今后仍会尽己所能 为大家奉献更多精品 不会因为婚姻而归隐